踏春收获足 我一个人拿不了 你看 劳作欢乐多 民宿里上春景 睡在房间里面是直接可以睡在水上那种感觉 织景上秀春光 春天来了嘛 这个是一个任者伟花 春意盎然有商机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张家介事永定区 这里是湖南省张家介事的永定区 天特别好 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 这个时间很多人都会选择出来踏春 到了永定区 踏春能有什么收获呢 大家看那儿 特别热闹 太欢快了吧 这剪的什么 湘春吗 对 湘春 那个小伙子在那边在打湘春 我们在这边剪的 上面呢 大家能看到吗 那棵树上面 是对眼睛的小伙子是吗 对对对对 好厉害 怎么上去的 这个就从那里爬上去的 一群野生的主要是 都不种植吗 不种植 都是野生的 对对对 您可以看到 闻到味道都不一样 这种好浓 刚才你抢的这些 是 我看这几本抢的 你这个可以 抢了不少 你这多 我知道 现在也不少 真啥的不少 我的最少 都不好意思了 有比你更少的 少了还是我 但是你再多了一点点 您是哪里人 怎么跟他们生意不太一样 我是广东的 您是来玩的 对对对 您见过他们这样摘这个香顺吗 对啊 我觉得好玩 过来看一下 我上去摘一下 应该会比它多一点 不过 您说您不擅长 抢您山上摘啊 应该没问题的 您能爬上去吗 应该可以 没问题的 以前这么小的时候 也是经常爬树的 那你介不介意 到我们镜头爬一次啊 可以啊 是 来来 来自广东的朋友 沿着山路一溜小跑 要去试试伸手 在张家界 当地并不种植香醇 大家采的都是 山间的野香醇 我们到达尹家 西镇瓦窑岗村时 正值三月末 野香醇刚刚发芽 这时候的香醇芽 都集中在大树的树梢 广东朋友能挑战成功呢 您的目标是要爬到哪个位置啊 我这最大的 哎呦呦呦呦 那个小模子 你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 哈哈哈哈 我录下我挑战他自己看行不行 哦 这一个挑战你的 好的 啊 我给你哦 好的 好的 好 我们现场看到的哈 是一个爬野香春树的比赛 是我们的广东游客 挑战我们 哎呀 哇 太危险了吧 没有那么容易是不是啊 没有那么容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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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吗 不敢了 不敢了 太难怕了 太难怕了 我刚刚说这一场比赛 广东游客挑战我们 扎野界的帅小伙 到这儿来了 师父已经不敢了 那个是高手啊 这个 真的可以看出来 我们上面那小伙子多厉害了 还有多高 这边的小伙子都比较能爬 真厉害 技术就是练出来的 女朋友 什么 爬得越高越有女朋友 女朋友 爬得高才是女朋友 哦 你看你不行了吧 在担法了 哈哈 难怪 我也是 跟他们对我 这样呐 吃着 象春的美味 太厉害了 勇士下来了 太厉害了 不光这些 下面有好多人抢到了 是的 每次我们来了贵客 特别是远方来的朋友 特别是广东人 他们爱吃这新鲜东西 我们都会特意地为他们上山去采这东西 你看这么说话 旁边是广东客人就说 特别是来了广东朋友 古鹏是土生土长的永定区人 这片山林他再熟悉不过 现在他是民宿的管家 把家乡的特色介绍给来自各地的朋友 是他的工作 也是他一直乐于做的事情 其实说起永定区 大家并不陌生 永定区是张家界核心旅游服务区 和核心旅游景区 因自然奇观天门洞 而得名的天门山 就位于永定区 来到这儿 除了一览天门山的壮观神奇 很多山间野区 其实也非常有特色 鱼腥草要深挖 它的根莖叶都可以食用 以独特的鱼腥味著称 鸭脚板要浅袍 它是阴形得名 叶子是最美味的部分 三四月份 张家界的大山里 各种野菜争相亮相 这可不是这片大山的全部 转个弯就是另一番天地 水哥 水哥 等会儿 等会儿 干嘛呢 这是这样子的 真的家里这个笋 如果是两个在一起的 咱就不挖它 为什么 笋是分公母的 两个在一起的呢 它明年还是会挖笋子的 谁说吧 咱们 这里是一对夫妻 是 真的是 大的是母笋 大的是公的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到这儿来找的是什么 是我们本地的笋 是 本地的南竹笋 瓦窖港村的这个山头 遍布南竹笋 此时正是采挖的好时节 大姐唱你歌来了 唱你歌干着活 说明挖得很带劲 又看见这个大哥了 好爽啊 完了 爬树不行 现在再尝试挖树吧 好一点 之前挖过笋吗 没有 听说 挖笋比爬树容易啊 容易多了 就是没想到这个笋 它还是斜着长的 一不小心就把那个头给搞断了 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大哥是特别的有于尝试 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细腻的活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 就扳它就行了 是的 对 蛮有劲的了 好了成了 没事 这是最嫩的 最嫩的 这个还要吗 这个没用了 那个没用了 虽然有点遗憾没有挖出全部 但来自广东的朋友 还算顺利地挖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根竹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周大姐是不是 周大姐 周大姐 周大姐老是悄无声息地干大事 这些全是您挖的吗 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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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都拿不了 你看 哎 大姐真是干活利索 哇 美国豪达 它挖得非常的匀 你看 它是最好的 也是最嫩的 那像这个南笋的话 多少钱呢 能市场上卖的话 现在只两块钱一斤 那这些 这些 有几十斤 几十斤 反正我觉得这些肯定 五六十六七十肯定有了 有 有 有了 哎呦 这大姐 嗯 嗯 大姐这一天我就轻轻松松的 挖个几百块钱好像不成问题 各种野菜什么的 是是是是 嗯 太能干了 损亡 哇损亡 哇就真的大 连根都挖出来了 哇哇 拿这来我们好好欣赏欣赏 这您挖的 小伙子挖的 哎呦 哇 这个有多少斤啊 这个好沉啊 十四斤有可能有 你看 连根都挖下来了 太厉害了 大家挖竹笋的认真劲儿 让我们的记者忍不住也要尝试一把 你是不是可以掰了 可以掰了吗 还不行 还不能掰了 我真的觉得太酸了 我可以掰了吗 我可以掰了吗 不知问了多少次可以掰了吗 竹笋还终于算是显露全貌 哎呦 都快没劲儿了 哈哈哈哈 因为当一个乐趣 你发现 这个东西吧 没人给你比赛 但是你自己就想挖一个完成的 哎呀 花笋真的没那么容易啊 人家挖个那么大的那么轻松 我这挖个小子 废物凍长时间 还没出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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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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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我完全靠我自己挖出来的 虽然还不太完美 很完美 很完美 哇 用了洪光之力 周边下手 身挖不屑 有力气 有耐心 笋子才能抱回家 这就洗上了 是啊 刚摘坏了嘛 这新鲜的 赶紧洗了 一洗比那个采的时候 感觉香味还要浓 你还闻在 特别特别香 那你们平常洗菜 就是直接在这个水里洗啊 呃 这是源头水嘛 就是山泉水 对山泉水 是的 它这个水是从山上这样流下来 是 一直到后面 你们的那个民宿 对对 我家的民宿 整个的穿过这个民宿 是 在这儿听着这个鸟叫 还听着这个水声 主要是空气也非常好的 对 是是 天然氧巴 嗯 这里就是他们口中 一直提到的家 这个山奥里 以家为主题打造的民宿 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种别样的风情 这里啊 是他们的一个自然厨房 为什么说是一个自然厨房呢 哈 这边啊 我们采的那些野菜 是要穿起来是吧 全种猪圈穿起来 对 这边有几个瓦片 这边呢是竹筒 哦 这烧了水是吧 对对对 哦 这个烧水是要做什么 需要 腊肉 就是竹筒 竹筒 竹筒和腊肉 一块是在这个竹筒里边煮 对 哦 您这个是在这儿 我看您护抹半天了 野菜 就是烤门的叫野菜 哦 这种野菜直接就烤着吃 对 就这样放上去 哦 它这样抹的话 油也不会太多 哦 换了个器具 然后换了个环境 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左翼西水旁大时尚 背靠土家族吊脚楼 所有的感官都可以享受到自然的味道 要拿下来吗 拿下来可以 就这么吃 可以就这么吃 挺香的 嗯 嗯 挺好吃 真的很好吃 对 非常好吃 不是一般好吃 新鲜的食材搭配独特的吃法 在这里其实有很多 比如正在做的腊肉炖竹笋 竹筒里的水就是接的身边的山泉水 先放腊肉 烧开了再放竹笋 竹笋是之前超过水的 再次烧开 撒辣椒粉等调味料 最后放切好的蒜苗 香椒煎蛋 香椒煎蛋很多地方都有 但在瓦片上制作 您见过吗 新鲜的野香椒嫩芽 配上鸡蛋 在瓦片上这么一煎 感觉香味能飘满整个山谷 来到这样的大山深处 会住在什么样的房间里呢 跟着民宿负责人李超 我们得细细品味 我们一直是营造的一个家的一个氛围 跟家的一个感觉 这应该是从各家各户收的吧 对对对对 这个现在都还可以正常使用的 就让人一进来 就有一种那个回忆的感觉 回忆的家的感觉 这里面是房间 对对对 这边是客厅 然后我们到房间去看一下 这是过山道 对对对对 哇 这也需要点勇气啊 看那个瀑布啊 对 这个房间里面下面的话 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瀑布 然后这个房间呢 是我们山社最定的 最火爆的一个房间 因为它 这个还定在水上面 对对对对 这个房间这边一起是两套房间 那边那一套的话是在水上 然后是在睡在房间里面 是直接可以睡在水上 那种感觉 然后这间房子呢 今天是一个瀑布的一个房间 在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瀑布的 瀑布 好 进来看看瀑布吧 今天这间房子呢 是因为是入住的 有客人 我们也是真的客人允许 然后我们进来可以看一看 就是我们山泉水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山泉水 然后这个水里面的话 还会有一些鱼 那边啊 就能看到 他用自己的这种 比较典型的土架座建筑了 对对对 哇哈哈 你看这边 我觉得黑色的房间 会建在这样的地方 这个水声不会吵吗 不过进来之后 好像是小了好多 进来声音就会小很多 但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我们可能会听到 崇鸣鸟叫 有一些自然的一些水声 可能还会有助于睡眠哦 哈哈哈哈 整个的墓地的感觉 就是给人一种 特别舒服和温暖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因为张家界本身就是 山好水好空气很好 对在这儿啊 山好水好空气好 对 在这个房间里面 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了 凸显张家界自然风光 和土家族风情的民宿 成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 重要代表 以这个民宿为例 现在年接待游客 在12万人次以上 直接带动瓦窑港村 200多户村民的就业 和农户产品销售 如今的永定区 在各种特色民宿的点缀下 更具魅力 春天在哪里呢 春天在枝井里 刚才呢我们就看到啊 有几位大姐守着油菜花 在绣春光 看这儿啊 您绣的这个是您衣服上的图案吗 对啊 这个是一个燕子尾花 春天来了嘛 这个燕子从北方灰回来了 所以说绣春光 果然是吧 咱们的枝井 跟其他地方呢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最大的特点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在织布的同时 通过挑花的形式 来把我们图案的话 工作出来 您这是有图纸吗 这个的话 像这个图案的话 我们都是寄在心里面的 就是 刚才你们三个人 我看绣的是不一样的图案 就每个人脑子都有数了 对 您那个大的这个是什么 看一下可以吗 可以 我拿一下看一下 这一幅的话就是一个蜜蜂牡丹 春天来了的话 它就是蜜蜂在采蜜 这是牡的花吗 这是牡的花 牡的花 这一排都是小蜜蜂 对 这也是有春天的气息 对 有青春的气息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背后 看这个 我们大约也能想象出 其实做这个织井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序 以这样一幅蜜蜂牡丹的织井为例 利用空闲时间 大约需要二十几天完成 这能带来2500多元的收入 一年下来三四万元不成问题 土家织井 土家语叫西兰卡普 亦为有花的背面 俗称土家铺盖 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土家织井工艺 必须通过12道工序才能完成 这有这么多织井 对 在永宁区的这个基地 我们有42个织井 你们就不光永宁区的一个基地是吧 对 我们在桑指县 武林园 包括农夫家里面 一起加起来的话有285个 现在有四个客户 你比如说像这个 像她这个就是一个上海的一个酒店 他们的软装就是用的这个 上海酒店软装 那还有什么样的 然后她这个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做包的一个公司 这我们的订单 这个也会做成包 对 我们给她提供这个银材料 她把它做成一个包 五个生产基地全部是岸单生产 他们的织井 不仅销往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 还已经走出国门 销往东南亚 欧美等国家 2019年 他们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 在这儿工作的织井 每月平均收入在3500元以上 传统和现在怎么结合呢 天天他们想了好多办法 你看我们设计了这款的这个旗袍 这个图案叫做《凤川牡丹》 这个是 这个是牡丹花 对 这个是凤 这个是凤凰 这是土家族的制定里面 本来就有的一些标志性的符号吗 是的 是一个传统的图案 也是非常吉祥的 因为这个凤凰是鸟中之王 牡丹是花中之王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我们的女神们 就设计了这一款旗袍 这个旗袍真的很洋气 所以这一款现在就是卖得非常好的了 除了服装这一块 我们还在包上做了一些功课 自己研发创新的 特别是像这款包 我们在19年的这个神功百花奖 获得了金奖 八年时尚之后 我们这款包是由模特专门给我们做上了铁台 那这个图案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这个图案的话就是我们土家族 烤巴巴的那个架子 这居然是一个烤巴巴的架子 就是它把这种传统生活器具的艺术化表达 对 跟这种皮包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就成一个特别时尚的一种 这有点像国潮了吧 是的 它就现在就是非常适合 现在人们的这个审美需求了 真的很漂亮 所以说我们土家织井 并不是很土 而且是很潮浪 如今田田他们的团队已经研发生产出五大门类15个系列 近300多种土家织井产品 传承民族经典引领文化时尚 永定区精心打造的土家织井 已成为当地又一个重要的文旅名片 我们永定区在推动雨油的转型升级上 一个是发展这个全域雨油 永定区是少数民族的机遇区 还有一些独特的山水资源 我们利用这些资源 开发了四条乡村雨油精品囊带 第二个是我们积极地推动雨油 从传统的自然观光型 向休闲度假型的转店升级 再一个我们推动雨油和工业 农业的融合发展 在2020年我们永定区 也获评国家的全域雨油示范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